在这个联盟里,用一句不太恰当的话来说林子大了,什么秒都有,可以说在NBA里,这就是像一个大家庭,每天都发生着这样或者那样有趣的事情。 而且在联盟里,球员的外号也是非常的有趣,很多球员当听到球迷给他们起的外号的时候,也都是非常的新奇,大帝恩彼得,魔兽霍华德,闪电夏维德等等,可以说都展示出了球员的个人风采,同时,还有一个人的名字,更是让大家印象深刻。 没错,正是年轻的字母哥,相信很多人都和小编一样,真的念不出来字母哥的名字,这个希腊怪兽因为家乡文化的原因,没有办法让别人记着他的名字。 之前有消息说到,在熊鹿队教练基德支教的时候,基德总是叫错字母哥的名字,杨尼斯·阿德托昆博,张利桑特托肯德,没错,这正是字母哥的全名,可以说因为字母哥独特的名字文化,和他的超强能力,让全世界球迷都非常的深刻。 不过,今天小编要给大家说的这个人,可以说真的是敢抄了字母哥,只不过目前只是在名字方面敢抄了,这个人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。 没错,正是中国新疆球员阿布图·沙拉木,目前正在代表勇士队打夏季联赛,在出现在夏季联赛的赛场上之后,虽然只是短短的五分钟,但是人们已经是对他印象深刻,因为每个人都想要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 这该怎么念,美国网友和媒体真的是非常的头疼,非常有趣的是解说人也是很无奈,而更有意思的就是美国知名媒体已经将阿布图·沙拉木的名字设置为了一道题,球迷朋友们谁的读音更接近,将会拿走专门设置的一万美元大奖。